最讓我難以想像的就是 居然徐春英她本人 跟我聯繫上的時候 她跟我講說她有勸我老婆 在台灣接受治療 但是從我老婆那邊手機的訊息是說 她希望我老婆對我提告家暴 這個事情是讓我覺得非常匪夷所思的 我們當初是在 她爸爸通過她台灣的友人 向我們求救 她的女兒在台灣被家暴 然後被她先生軟禁 要求我們救她女兒 她跟我們講家暴 她有危險 我這邊都有對話 如果不報警的話 怎麼讓社會局安置 她要想離開這個家 她只說趙紫彤能不能回來 就要看她個人 她完全把一個陸配 我的老婆就直接甩鍋給我老婆自己本人 說我們要把她送回去 她是成年人 她不要回去 我們怎麼會有辦法讓她回去 我可以直接跟她喊話 徐晨英有這個資格 也符合法律 但是就在道德的層面來講 你做出這樣的事情 說自己幫助了多少陸配嗎 那我老婆你為什麼沒有幫 如果她覺得被利用了 她就此為止那就結束 她如果還是要繼續爆料的話 我會採取法律行動 一開始 一開始我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我老婆會在2021年的7月25號的台北容總急診室 然後被就是有警察把我支開來 把我支開來之後在那個時候她就被帶走了 帶走了我透過警察 那個透過社會局 找不到我的太太 那個時候我很急 因為我知道我老婆她的病情 不是一般的洗腎患者這樣 她除了洗腎以外 紅白線狼瘡 心臟衰竭 甚至她才剛從 北容 那個時候 發給我的病危通知 才剛復原 我非常的 知道我的太太是沒有辦法 回去 因為我那時候在 新疆的烏魯木齊的第一醫院 我看過他們的醫療體系 然後 她那個時候 回去沒有多久她就發燒了 發燒了之後我強烈的要求 希望把她帶回來台灣治療 所以一直被她的父親阻止 甚至我還有 還有我老婆那個時候的 跟我的岳父 的錄音通話記錄 錄音檔 她吹 就是她騙我老婆 說她調查我 調查得很清楚 說我結過好幾次婚 又離婚 又吸毒 你們有看過這麼胖吸毒的嗎 而且 在台灣跟大陸結婚 需要 需要的是什麼 良民症 然後 最讓我難以想像的就是 居然徐春瑩她本人 在跟我聯繫上的時候 她跟我講說她有勸我老婆 在台灣接受治療 但是從我老婆那邊 手機的訊息是說 她希望 她希望 要求我老婆 對我提告 家暴 這個事情是讓我覺得非常匪夷所思的 而且我可以這麼說一件事情 我昨天看過她的記者會 有一件事 是大家 台灣 老百姓就是 完全不知道的 所以您是覺得 徐春瑩有說謊的嫌疑 是不是 是的 她完全是說謊的嫌疑 因為從我這邊 這邊的通話記錄 跟我老婆告訴我的 他們告訴她的事情 是完全是 反差的 就看到我說我這邊的 因為我媽媽已經心臟不好了 她這樣子一方面說 妳要好好孝順媽媽 是 她這都沒有錯 她說的 都是很站在人性化的這一方面 但是她做的事情 讓我非常的覺得 可恥 讓我很無助的就是 最後 我得自己想辦法 我多次跟她 講說我沒有辦法救我老婆 那她都怎麼回應 你說你沒有辦法 她沒有回應 她說 她只說 趙子彤能不能回來 就要看她個人 她完全把一個陸配 我的老婆 就直接甩鍋給我老婆自己本人 但是當你知道 當我知道我老婆在新疆 我看到照片 被綁在病床上 四肢插滿了針 然後每天昏昏沉沉 的時候 你覺得她有辦法回來嗎 沒有人能救她 連我都救不了她 尤其是在那個時候 2021年 大陸封城期間 更是沒有辦法 最後我還訴諸了 法律的訴訟 我希望說把這一幫人拉出來 直接說看看 到底是怎麼回事 為什麼 我身為一個先生 卻找不到 找不到自己的妻子 如果說我真的對我老婆 有什麼任何家暴的事情的話 那應該是你會再 帶我的老婆去驗傷 申請保護令 然後 才符合台灣的法律吧 但是就是趁這個空隙 所以在2021年的7月25號 開始到 她8月1號她坐飛機就走了 就離開台灣了 完全沒有讓我有機會 能看到我老婆的 連一面都沒有 我透過警察說都沒有辦法 我甚至上法院 檢察官都跟我說 要不要請 蔡英文總統寫信 我知道沒有用 我只能自食其力 我自己想辦法 我用六個帳號 努力的聯繫我的老婆 當我看到我的老婆在大陸 連輸血都要用錢去買的時候 我就發現事情不對勁 我一直在努力的查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後來才發現 我老婆變成了人子 被綁在床上 透過大陸的一個慈善軟體 叫水滴籌的 替她募款 然後最讓我匪夷所思的就是 收款人 卻不是我老婆的名字 而是我的岳父 姓趙明榮叫趙榮 當這件事情爆發了以後 我曾向水滴籌檢舉 但是檢舉沒有用的 針對許晨英是覺得她不配當立法委員 我可以這麼說 我可以直接跟她喊話 許晨英有這個資格 也符合法律 但是就在道德的層面來講 你做出這樣的事情 你還 還可以坐在那個道德的制高點上 說自己幫助了多少陸配嗎 那我老婆你為什麼沒有幫 林先生你是覺得 許晨英有配合中國那邊 來就是說對你們實施 我這樣說 我的岳父他是公安退休 他認識的人 都是處級以上的幹部 但是我不知道他們為什麼可以搭上線 這是我沒有辦法理解的 小姐我想問一下 當徐春瑩請你去告你先生 家暴的時候 我是搖頭 我拒絕了我沒有 他怎麼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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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跟我說 你告你的先生 然後因為我不懂這邊的法律 然後他說什麼 賛養費之類的 他就這樣跟我講 然後我拒絕我不要的時候 然後 他就說 你不用擔心 你什麼都不用管 我們會來安排 什麼飛機票啊什麼 都會他們出錢 然後來給我買機票之類的 就一個還有這個 就剛剛我老婆說的 就買機票這件事情 因為 我沒有錢嘛 我在跑外送 居然我老婆坐飛機的時候 她跟我講說 她回來的時候她跟我講 她坐的是頭等艙 哇塞 頭等艙 那誰買的啊 但是徐晨英跟我講 通話紀錄講說 是我老婆自己買的機票 她就很反覆 明知道沒有錢買 那我們怎麼可能 讓她坐頭等艙 然後她就是說 曾經 你是用 有點像兩面手法 一邊是跟她 就是跟當事人這樣講 然後另一邊跟她的 就是那個 丈夫的 就是她的岳父 她的爸爸 另外一邊說法 然後還秀出了這個對話紀錄 然後說你玩這個兩套手法 好 這完全不是事實 我 我聽到這個 對不起 我聽到這個消息 其實我心裡蠻難過的 我們當初是在 她爸爸通過她台灣的友人 向我們求救 她的女兒在台灣被家暴 然後被她先生軟禁 要求我們救她女兒 我們接到這個消息 我們覺得很可怕 怎麼會有這樣的事 她在台灣是舉目無親的 她大陸娘家的父親 打電話來求我們 要幫她這個女兒 我當時也跟她爸爸講 就接了電話又跟她講 如果是這樣子 要請她女兒報警 她說她沒有辦法報警 她的手機都被她先生控制了 是這樣子 那她的先生 她後來是用她去洗腎 她的女兒是洗腎的病人 好像一個禮拜要洗幾次 去洗腎的機會 跟我們聯絡 所以我還跟我們聯盟的理事長 兩個人去看她 其實最早是我們聯盟理事長 找到我有這樣一個姐妹 有發生事情 因為她覺得她是男性 去醫院看病人不方便 才告訴我這件事情 希望我一起去 那我就去了 去了我們也看到了這個姐妹 在洗腎的這個情形 我們也跟她講 你自己要報警 你報警 社會局才會幫你怎麼做 因為你設的是家務事 如果她有報警 你可以問她 你們也可以去警察局查 報警然後有社會局安置她 她最後從台灣離開 是從社會局離開的 完全不是她這種說法 我都有她跟我的對話 也有她爸爸求助我們的對話 就是這樣子 而且在疫情期間 我為什麼也許你們會看到說 我跟她先生的對話 先生後來不知道什麼原因 找到我跟我講 她老婆對她 她對她多好多好 她沒有要讓老婆回去 沒有打她 我也跟她講 可是她是自己報警 跟警察局也說了 你有家報她 我相信我們這邊的警察 也不會說你沒有證據 只是憑你嘴巴講 老公打我 就會給你申請讓社會局來安置嗎 因為她的情況很緊急 我們去醫院看了她 也發現她的精神狀況 就是整個身心都是很不好的 包含她在社會局安置 後來要離開回去 社會局的社工也跟我們說 也跟她說 都是很愛護她 就說她這樣回去行嗎 她路上有危險 然後跟她爸爸講了 希望她讓她在社工這邊 安置一段時間 讓她稍微好一些再回去 因為又是疫情期間 要到上海轉介 然後要在上海隔離14天 然後她爸爸還跟我們說 叫我們找一個人護送她 所有的費用她出 機票是她爸爸買的 然後我們好不容易找到了一個 願意陪同她回去的一個看護 是我們姐妹她有看護證照的一個 專業的看護人員 從安置中心出來 送她到上海陪同她 準備隔離 結果她到了機場就跟人家吵架 她說我不認識她 她不要人家陪同 我們這個看護的機票是她爸爸買的 她爸爸還答應要買來回機票 包含陪同她隔離的費用 包含還要給她工錢 後來我們這個姐妹說不要她給工錢 她只要幫我買機票就好 跟安置的 在隔離期間的14天的隔離 這個酒店的錢就好 後來為什麼我會跟她先生講 我說她有這個爸爸 我也覺得 我也不要當時說一句什麼話 我就覺得 替她覺得很難過 因為她爸爸後來人家人 到了上海以後 反悔了 酒店隔離費用不出了 到目前為止 我們這個姐妹回來的機票 跟酒店隔離的費用 還是其他愛心人士幫她付的 李長不好意思 那我想問一下說 因為她剛本人是說 她其實沒有拒絕要告她的丈夫家暴 然後她說沒有這件事情 她跟我們講家暴 她有危險 我這邊都有對話 如果不報警的話 怎麼讓社會局安置 她要想離開這個家 她回去她就出不來 她跟我們這樣講的 先生控制她的自由 手機也被沒收的 是不是我們 我們從正確的角度 就是輔導她 你有家暴 你就是要報警 所以其實李長這邊 是按照她爸爸的說法 來幫助 然後 就是照著她講的 在做這樣子 對 所以我接到這個電話 我這個心裡很難過 我們當初在疫情 那麼嚴重的情況下 這樣的幫她 一路把她送回去 在我們看起來 因為她沒有娘家人 她爸爸很愛女兒 給我傳了很多訊息 我看得出這個爸爸很愛女兒 我覺得在這個時間點 她來報這個料 而且不是事實的這個爆料 把我們當初的愛心 全部當成什麼 還要來被人家利用 還怎麼樣來爆料 我當時還跟她先生說 我說你們並沒有離婚 她現在要回去 就讓她回去休養一段時間 她還是可以回來的 就像現在她不是回來了嗎 說我們要把她送回去 她是成年人 她不要回去 我們怎麼會有辦法讓她回去 她爸爸要到上海來接她 這個都是她跟她爸爸談好的 所以理長會打算 在什麼時候會採取法律行動嗎 她如果 她因為我 她是我們大陸姐妹 我還是心疼她 如果她覺得被利用了 她就此為止 那就結束 她如果還是要繼續爆料的話 我會採取法律行動 她這個就是意圖使人不當選 我覺得她先生被人利用 我們這個姐妹她是完全不懂的 她不會去做這個事情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 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個人工作更專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由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 正常運作還擁有多種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她 稱她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種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積極的靈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額外的折扣 拍照 保養 有 有 呢 有 有